近百万人被中国机长给骗了 即使他2019年狂揽29亿票房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 早在1999年上映的紧急迫降 才是中国空难题材电影的先河 甚至有人说 它是最被低估的中国灾难片 故事改变于1998年 虹桥机长迫降事件 这是中国民航大型客机的首次迫降 同时也震惊了全世界 因为在那个年代 飞机成功迫降的案例少之又少 而所有的毁灭性事件诱发的原因 往往是一个不起眼的故障 甚至是一个没有及时熄灭的信号灯 1998年1月10日 一家搭载了137名乘客 以及机缘的飞机MU-586 从上海国际机场出发 飞往北京国际机场 而就在飞机飞行到空路900米高度时 前起落架的指示灯却没有正常熄灭 而就是这个不起眼的指示灯 将成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机长发现故障之后 果断的向地面汇报 请求飞机返航 机长那乘客们 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一对老夫妻第一次坐飞机 感叹着如今科技的变化 唤醒着下了飞机之后 就可以见到许久未见的儿子和孙子 一个母亲带着刚满11个月的宝宝 独自坐在飞机的座位上 此时宝宝哭闹不止 空姐微笑地接过女人手中的奶瓶 表示温度太烫 说完 先帮女人去冲奶粉 女人则直接在座位上呼呼大睡 没有人知道 一场巨大的浩劫 即将降临 在茶学道起落架指示灯异常时 机长立刻排查故障 却发现起落架已经无法正常工作 这也就意味着 飞机无法正常降落 机长立即向地面擦台 推报异常情况 并且请求返航 得到地面的批准之后 机长果断调准航向 乘务员则向乘客们发出通知 此时 乘客中的一个富豪 突然发起了脾气 空姐去男人控制情绪 保持安静 甚至要求要进机长 而此时 上海国际机场如临大逼 一个男人开车不断地打着电话 甚至还因为没有携带证件 不顾警务人员的阻拦 闯进了机场的指挥室 男人叫刘远 是上海机场的地面总指挥 作为专业人员 他知道 此时飞机面临的情况 十分危险 从进指挥室后 在看到机组名单之后 他才稍微放心 机长李家棠 有着37年的工作经验 不但技术精湛 还有着1万多小时的飞行经验 刘远拿起对讲机和他沟通 飞机上 现在还剩30吨燃料 留给他们的时间 只有两个小时 机长操纵飞机降落 然后大幅度上升飞机高度 瞬间 整个机舱内摇晃得像过山车一样 甚至有的乘客开始呕吐不止 但这套动作 还是没有把起落架甩出来 乘客们开始发觉不对劲 乘客长嘱咐空姐 尽量安抚乘客的情绪 但此时 之前的富豪又开始闹事 只因为空姐说了一句 你放心 有什么情况 我和你一样在飞机上 你 你跟我比 你算什么东西 躲避 嘿嘿 空姐虽然委屈 但也只能微笑地安抚乘客 因为没有成功甩出起落架 地面总指挥流远 想到一个更为疯狂的计划 那就是派人出舱检查 所有人都知道 这次出舱将是九死一生 只是因为指示灯没有及时亮起 这架满载137人的中国航天客机 即将迎来坠毁的危机 地面总指挥流远 让机场连续做出了俯冲 旋转机身的动作 都没能把起落架甩出来 地面指挥室发出邮件 请求包容公司协助 不久之后 包容公司发来的回复邮件 在上面所有的动作 几乎都已经被执行过了 无奈之下 总指挥流远 做出大胆的决定 让飞机试着着陆 用后起落架落地 然后利用重力 把前起落架甩出来 但这套动作 对机长的机能要求极高 但对机长来说 基本上问题不大 它让乘务长把所有的乘客 全都集中在危险西数最小的后舱 乘务长发出通知后 所有的乘客都无比的惊慌 有的人试图拿走行李 顿时机舱内乱坐一团 但只有一个男人 却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 原来是之前闹事的那个人 当空姐让他撤离时 男人喃喃地说道 看到男人精神崩溃 刚才被他欺负的空姐 则把男人抱在了怀里 缓缓地安抚着男人的情绪 这才把他带到了后舱 转移完乘客之后 机长开始试着着陆 后起落架重重地落在地上 然后飞机腾空而起 但遗憾的是 齐落架的不正灯 依旧亮着 没有成功 无奈之下 刘远只好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 那就是派人出舱 手动翘起齐落架 众人面面相聚 所有人都知道 这无疑是在和死神做豪赌 但为了整个飞机内139人的性命 机械师主动站了出来 接下来这个极其危险的任务 同行的机组人员 在他身上绑好绳索 机械师缓缓下落 用斧头隔开舱门的保险膜 在舱门稍作休息之后 他再次用力 这一次他拉开了 他强大的气压 让他的身体几乎摇摇欲坠 近千里的高空 在黑夜的笼罩下 显得危机重重 机械师用探照灯 观察起落架的机构 想要找出问题所在 而下一秒 没有了灯光的辅助 机械师只能奋力用手工扶头 使劲水打这起落架的支架 尽管火花事件 但起落架没有丝毫动摇 直到他发现 是起落架的一个箱子断了的时候 他就明白 自己永远不可能把起落架敲开 回到驾驶舱之后 机组人员面面相聚 而乘客们在经历了一场大起大落之后 情绪也逐渐开始崩溃 刚才的男人 吵闹着自己要死了 拿着不久前死于空难的好友的照片 做着最后的告别 酷解但其引起恐慌 直接把水浇到了男人的脸上 此时 男人再也没有了之前嚣张拔货的样子 另一边 一个男人却直接解开安全带 跑向了空姐的方向 前在座位上做好 系好安全带 我说一句话 只跟你说一句话 原来 大叔带着一箱子的现金乘坐飞机 里面装的是全场工人的工资 大叔担心汇管和支票不安全 非要把现金抱在身上 坐飞机才安心 却没想到遇上了空难 他紧就不也把箱子放在安全的位置 我的箱子里有 80万2450块钱 都是全场一千多人的命根子钱 看到大叔想要跪下 常务长只能答应 飞机上的燃油 只能够坚持半个小时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紧急迫降 飞机坠毁之前 常务员都在做什么呢 千万不要小瞧这套动作 空难降临时 他真的可以保命 常务员们把这套保命动作 交给了赛场的所有乘客 另一边 上海虹桥机场地面总指挥流远 下达了紧急迫降的指令 地面上消防车 救护车 集体出动 市长 省委书记 航空公司的老总等人 都已经赶到了现场 紧急迫降的成功案例少之又少 他们根本没有可以效仿的成功案例 总指挥流远 只能一遍遍地模拟飞机落地时 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如果飞机头部先落地 发动机起火之后 会引起驾驶舱爆炸 没有了机组成员的控制 失控的飞机极有可能冲进后机坪 造成更大的伤亡 如果飞机在草坪迫降 飞机超过120吨的重量 再加上降落时的速度 很有可能一落地就陷入草坪 巨大的撞击力 会造成飞机发生爆炸 最终总指挥流远拟定方案 准备在喷满防火泡沫的跑道上落地 整个上海市所有待命的消防车 紧急调往虹桥机场 但尽管这样 却依旧不能在飞机落地前 将防火泡沫喷满整个跑道 而消防队的总指挥经验丰富 可当即下令 在最容易起火的跑道两头 喷满了防火泡沫 这样即使飞机起火 也能尽量地灭火 距离破降的时间越来越短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机长 此时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飞机上137人的声音 全部托付在了他的手上 来到洗手间 用冷水狠狠地洗了一把脸 再抬头时 却正好看到了常务长就在身后 机长让他立刻感到安全的后舱 即使呢 有多危险 即使常务长是他的妻子 就在登机前 他们还因为女儿的问题吵了一架 此时机长对妻子说了一句对不起 希望他能原谅他 休想 回家再找你算账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 两人终于重归于好 常务长通知乘客 飞机要紧急迫降 有的人开始闹事 有的人开始认命 带着大量现金的大叔 甚至写好了遗嘱 好在工姐们 及时安抚好了众人的情绪 常务长安排所有人 把戒指手表皮带领带还有鞋子全部脱下来 放到一起 当他们遇到一个穿着丝袜的女人后 常务员让他们把丝袜脱下来 女人不愿意 甚至还说 但下一秒 两个空姐当着所有人的面 就把丝袜脱了下来 随后 空姐还不忘普及知识 因为如果一旦起火 尼罗瓦就会粘在皮肤上燃烧 准备救虚之后 飞机开始了紧急迫降 而就在此时 一辆采访车 突然在跑道内发生了车祸 武警官兵一拥而上 在最后一刻 将汽车残骸抬出了跑道 飞机落地之后 发出了巨大的风鸣 滑翔时又闪出火花 就在飞机即将失控的最后一刻 跑到另一段的防火爆末 成功将大火熄灭 等待已久的消防官兵 立即冲上前 给飞机降温 同时医护人员也紧急出动 惊慌失措的乘客们 在空姐的带领下 成功地走出了飞机 等到所有人都撤离之后 乘务长慌慢地冲进驾驶舱 此时机长满身大汗 虚脱到无力动弹 妻子轻轻地拿开耳机 两人相视一笑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或许真正地经历过生死之后 我们才明白 有的人是那么的重要 好了这一阵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 关注双连 我们下期再见